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也就是韓版即將在六月底進行兩週年的重大改版 那這個消息雖然說是韓版 但是它一定是台版會接著出 那所以接下來的這個資訊呢相信對玩家來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畢竟我們現在才新開了一個暗黑騎士的新職業 那韓版接下來的這個大更新呢 它會把所有職業的技能全部都增加一套新的技能 那包括騎士王族妖精這幾個職業都會有所謂的無敵技能 那還有一些是反擊的這個技能 那這個對於整個遊戲的平衡來說 又會有非常大的一個突破跟改變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所有職業新增的技能還有它的調整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王族新技能 這邊它總共有四個新技能 那第一個新技能是控制靈氣 那它這個buff它可以套用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它可以在施放的時候會獲得一些效果 然後它這個說明是說會依據靈氣的這個數量去獲得對應的這個效果 然後第二個技能呢是勇猛武器 那這個技能它會近距離的這個傷害跟命中會有所提升 然後第三個帝國防護 它是可以提升遠距離的這個迴避 再來第四個的話帝國屏上這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它可以放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放在雪蒙成員的身上 那它獲得這個技能的這個效果之後 它會有一段時間進入無敵的這個狀態 不過呢要注意的是無敵的時間它的行動會受到限制的 也就是說它可能只能站在定位 它就沒有辦法去移動 不過這個技能如果瞬間被放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算是還蠻OP的 因為可能別人在打你瞬間變成是無敵的一個狀態 而且它跟這個黑暗騎士或者是這個龍鬥士不一樣的事 它的無敵是不限定於自己 就是王族它不限定於自己 你只要是雪蒙成員它就可以放了 那看來如果到時候如果是可以遠距離放的話 那這一招的話就更OP了 不過我覺得這一招可能會是止技 我自己覺得這一招可能會是止技 那其他上面這些的話有可能是紅或綠 再來我們看在第二個 我們看到第二個技能喔 第二個技能是所謂的騎士的這個部分 大家知道騎士現在跟暗黑騎士這兩個職業 可以說是互相在爭誰是大哥 那因為暗黑騎士它的技能實在是太OP了 而且再加上它的命中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命中 所以對騎士的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對於這個中小課玩家來說 很多玩家都直接放棄騎士 直接轉成這個暗黑騎士 那騎士的部分呢未來改版會有哪些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兩個新技能 這兩招都是被動技能 就是你學到之後就會有了 第一個是精通單手劍 那它的效果就是裝備 就是你放這個技能的時候 裝備單手劍它的傷害會隨機提升 那如果是精通雙手劍的話 一樣就是換成雙手劍的時候 你傷害會隨機提升 那它這邊裡面沒有特別提到說 會不會跟騎士的這個1.5倍傷害 雙手劍的1.5倍傷害 兩者是不是可以同時存在 這個還不確定 不過看來騎士也是可以拿這個單手劍 去增加它的這個傷害力 所以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那再來 騎士也有反擊的技能 這一個的話就跟這個 暗黑騎士的這個復仇者 暗黑騎士有一招技能叫做 極限防守 他叫做不對 他叫做復仇屏障 復仇屏障這招也是一樣 他閃避敵人的攻擊之後 對敵人進行反擊 那這個的話其實 類似這個 就兩招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不過除了暗黑騎士身上有之外 現在連騎士都要有這個技能 他會以自身的最大HP 然後一定的比例去恢復HP 這一招跟那個暗黑騎士的極限防守 就是恢復啦 就是增加藥水恢復的那一招 以及我們所謂的暗黑之魂 這兩招他可以說是集這兩招於一身 就是他是可以瞬間去恢復的 那特性的話他當然 雖然說他不是增加藥水恢復力 但是他就是可以瞬間去恢復他的HP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招 然後再來 刀刃之暈 對遠距離的敵人造成傷害 並且使敵人暈眩 那這招有點類似槍手的這個衝暈 或者是王族的王者之劍 那這三招沒有意外的話 大概都是紅或直技 這招復蘇有可能是紅技 但是反擊跟刀刃之暈 這兩招有可能是直技 那上面這個精通單手、精通雙手 有可能是紅或綠 然後再來妖精的部分 這個就 如果是老玩家的這個妖精的話 就要特別去注意 我們從下面來先來看好了 他新技能裡面有新增一個叫元素大師 所謂元素大師就是你學到這招技能之後 他是被動的 就是你學到之後 你就變成可以選擇兩種的屬性 譬如說你現在是風妖 或者你是火妖 那你學到這招之後 你可能可以變成是地火妖 風火妖、風地妖 這一類的這個 這一類的這個設定 就是你可以去選擇不同的這個屬性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應該會把這個地屬性的這個 屬性放在第一的考量 或是第二的考量 就是地屬性加防禦 然後他搭配一個攻擊類的這個屬性 譬如說風 或是配這個火 配這兩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元素反擊 這個就是一樣是反擊技能 他是施放技能之後隨機降低遠距離的傷害 然後再把他的傷害反射出去 這一個 也是類似跟剛才騎士的這個反擊 是一樣的這個效果 好然後再來是劍羽 劍羽的話他就是 射擊目標 並對他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這一招的話呢 其實就有點類似槍手的這個死亡狙擊 就是瞬間造成一個大量的傷害 然後再來精靈重力 這個是增加負重量 增加負重量 那這個可以增加多少呢 到時候才知道 這個到時候才知道 不過至少可以確定的是 妖精 他原本的這個傷害 又會有所在提升了 然後再來他的這個元素大師 這個雙屬性的這個特性 會是所有玩家都 特別去注意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對妖精玩家來說 那這個當然是勢在必得 但是他是不是 容易取得的呢 我相信應該不是 我相信這一招 我相信這一招應該是 不是紅就是紫 那紫的機率比較大 然後劍羽的話 應該是屬於這個紅技的部分 反擊大師 不是元素反擊 基本上 應該都是 反擊技能應該都是屬於紫技的 那精靈重力的話 這個就可能就是傷成 應該說是 選謀商人裡面可以買到的這個技能 或者是直接在NPC就可以買 因為他的影響是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再來是法師的部分 法師的部分終於 把這個祝福的魔法武器放進來了 然後他的效果就是在一定的時間內 提升近距離的傷害跟近距離的命中 也就是說這招是 學到之後就是必放 學到之後就是必放 然後再來這個破壞之境 這一招的話 他其實可以說是跟槍手抗衡的一個招式 因為大家知道槍手遇到法師都一定要破他聖劫 遇到法師把他的聖劫破掉 甚至槍手也有新增這個一個技能 然後 法師的部分呢 他這一招就是 在技能時間之內 機率使槍手的破壞性技能無效 譬如說他用了破壞聖劫 這樣子 他會機率讓他無效 那如果成功無效的話呢 他就會讓槍手產生這個一定的傷害 這招是專門是克制槍手的 然後再來 救急光列術起勢 這個是被動的 就是如果說你有救急光列術起勢的話呢 在你施放救急光列術的時候 你的傷害會增強 而且一段時間之內 對方是命中之後 他是無法瞬移的 原本的救急光列術只是純粹的 這個傷害而已嘛 那你獲得這個起勢之後呢 他就是會增加這個效果 然後大家期待很久 這個召喚術 類似的這個召喚術 終於出來了 他的效果說明是說 持續一段時間之內 召喚這個NPC怪物 那至於會去召喚什麼呢 這個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 召喚術要出來 那我相信這招應該是直技 那救急光列術的這個起勢 應該也是直技 然後祝福摩摩摩武器跟破壞之境 破壞之境應該是紅技 那祝福摩摩武器可能是 傷人的這個技能啊 就是有可能是白或綠 這套的話應該是比較容易去取得的 好再來看到黑妖的部分 黑妖的部分 其實一直都沒有更新太大 但是他這一次新增了三個技能 第一個是結合提升 就是你學了這套技能之後 他會直接在你的面板裡面增加 STR就是力量加3 然後敏捷加3 他直接加利敏 那這個我們翻成實際的效果的話就是 增加攻擊力跟增加防禦力 以及遠距離迴避 他這個加3其實是加的相當多的 加的傷相當多的 那這個是被動的技能 然後再來刀刃之盾的話 他是一段時間之內降低暈眩的傷害 那什麼是暈眩的傷害呢 可能是譬如說可能是降低暈眩的這個命中 或者是別人給你一些 在衝暈的時候他可能別人打你的時候 會降低傷害之類的 那這個實際的效果還要等實測 或者是有進一步的說明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第三個技能是死亡標記 那這個的話他是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會降低命中者的這個視野 它會直接讓他譬如說 類似進入一個暗盲咒術的那種感覺 他的視野會降低 然後會讓他緩速 所以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 不是野外齁 你在這個地間 譬如說奧塔 奧塔然後象牙塔 這種地間 範圍跟這個路線比較寬廣 路線又比較複雜 這種地方的時候 你放這招 他可能就很難跑了 他就會讓你追著打 而且他命中的時候 他是没有办法顺利的 所以这招是专门在打人牵制用的 那命中这招的人可能就真的要特别去注意了 那这三招啊 这三招我觉得可能不是红就是纸 尤其是这招 结合提升他有可能是比较高阶的 那死亡标记一定是高阶的 照他这样的设定应该是高阶的技能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枪手的部分 枪手的部分他新增了一个叫做 魔力提升 就是他你学到的时候 你的MP最大值就直接提升 那这个是被动技能 就是学到就立刻有效 而且不用再释放 然后再来新技能 双重射击田窗 这个的话等于是提升 类似这个妖精三重使的这个三重提升 那他是学到技能的时候 双重射击的这个技能伤害增加 然后第三个技能 大家知道刚才我们上面讲过嘛 上面有骑士有这个法 骑士有妖精 然后加上龙斗士跟暗黑骑士都有所谓的反击技能 那枪手呢他就新增了一招叫做破坏反击的这个技能 你放的时候呢他可以破坏这个目标的反击效果 你可以破坏他的反击效果 然后一段时间他就无法再使用 这一招是专门就克制的啦 那刚才我们法师克枪手嘛 那枪手就克这些所有职业的这个反击效果 所以呢枪手的这个技能呢 其实枪手的存在越来越重要 他对于这个战场上的掌控 他除了输出攻击之外 他也是非常强力的一个辅助职业 包括目前现在也是啊破坏圣洁界破坏大体平常 大体平常现在比较没有人在学了 破坏系列的这个武器啊 这个技能都非常的使用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调整这个技能 他是集中精神原本是增加智力 那增加智力当然是影响这个魔法命中 可是他之后的改版之后 他不再提升智力了 他直接增加魔法命中 这个是直接给你效果的意思就对了 你不用在那边去猜你的智力 到底提升之后能不能增加魔命哦 所以之后的调整 他会直接提升魔法命中 会更好用 然后再来龙斗士的部分 他新增了一个叫做龙之盔甲 那这个我觉得还蛮OP的哦 他是攻击的时候随机让敌人的这个防御跟减伤效果减少 所以龙斗士他本身大家在砍的时候 其实他现在的这个毁灭盔甲 然后什么护卫毁灭毁灰盔甲 然后恐惧无助哦 这些技能都可以降防嘛 那在降防之后啊 有些人都会说啊你这个技能 别人只要一直跑你这个技能就无效了 因为他时间其实不长嘛 那除这次新增这个技能哦 这次新增这个技能之后 他就不一定需要倚靠那些技能 他直接可以扣你的防哦 然后还可以扣你的减伤 然后再来龙之力这个也是新的技能 他会直接消除自身上所有的debuff效果 就包括可能包括这个是缓速啊 无法瞬移啊或者是你中毒啊 中任何的这个状态他会直接去抵消 那这个抵消的部分 会不会有所限制这个目前还不知道 不过他确实他是说消除所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都会去消除了 然后再来提升啊这个很重要哦 提升这个很重要 觉醒巴拉卡斯这一招技能 原本 他现在就是你只要攻击敌人的时候 打打打就是你装锁链键嘛 他不是出现这个弱点曝光吗 那如果你有放这一招 那带着锁链键攻击敌人 被标记到弱点曝光的时候 你的攻击 会有额外的伤害产生 就是对方会承受额外的这个伤害就对了 除了弱点曝光 他本身在在这个施放屠宰者的时候 会让敌人有额外的伤害 他现在连普攻都会有这个额外的伤害 但是你要先学到这一招 要先学到这一招 所以如果现在还没有买的 赶快把它买起来 这个之后会非常的实用 再来我们看到暗黑骑士 暗黑骑士的话就 他只有调整一招 毕竟他是新职业嘛 所以他只有调整一招就是 暗黑之剑的复仇者 那这个是被动的 小编之前在做这个 潘朵拉的秘密 这有专题的时候呢 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暗黑之剑会 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技能 就是复仇者 那果不其他真的是推出了 那他这一招的效果是 当你用暗黑之剑攻击敌人的时候 就是远距离攻击 远距离攻击的时候 会对目标随机产生束缚的这个状态 就是他可能会被绑住一下 你在砍的时候他可能会被绑住一下 那这个就是 牵制算是他变成是一个牵制的这个技能 要不然暗黑之剑他的剑技 原本就只有单纯的这个攻击 那他你学到这个复仇者之后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牵制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对于 暗黑骑士的战略地位来说 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这一招他可以看成什么呢 骑士的这个猛力冲击 猛力冲击可以绑人嘛 那这招他也可以去绑人 那以上就是所有职业的这个技能调整 那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官方在调整这些技能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技能在互相去取决平衡 今天你有这一招 明天我用一招来克制 所以相信这些技能 很多都是纸技啦 一定都是纸技 很多都是应该说很多啦 都是纸技没有一定啦 但是也有部分 是属于比较一般的技能 譬如说我们举例 枪手的魔力提升应该就是 比较普通的技能 就是你可能在 雪魔商人或者是 魔法商人里面就可以买到 但是这种填装啊 增加攻击力的 破坏别人的魔法效果 这个基本上啊 不是红的就是纸的啦 精神集中可能这个就还好 毕竟他是调整而已 那以上资讯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现在如果说 你有想要把黑暗骑士 暗黑骑士 转职成新职业的这个朋友 你们要注意一下 骑士的改版 假设你现在就是练骑士的话 这个你就要去特别注意 那先练有先练的好处 管练或者是坚持下去 那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不论如何啦 这个游戏没有课金 我们讲白点就是 没有课金你就很难去往后去延伸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职业 他未来都一定会有机会 让你在想要再继续课金 那当然买不买单 是看个人的决定啦 如果你常打架的话 有些钱是可能就必须要 客下去啦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韩版两周年所有的这个职业技能的 新增跟调整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